皮肤人给大家去看 大家好我是龙哥哥 第五龙哥中的红蝶是一个爱情悲剧代表的人物 一面沉默让红照堂顺草不生 大家知道红蝶有不少的皮肤 大多数皮肤在红蝶打人之后都会变出非常可怕的相貌 毕竟红蝶一旦出刀就不是原本的红蝶了 而是出现了女魔相 可是有一款皮肤例外那就是仙鹤 仙鹤可以说是红蝶最仙气飘飘的皮肤了 就算红蝶追打求生者也不会变出可怕的魔鬼相貌 但是仙鹤抓求生者的知识堪称庄园四大搞笑动作之首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仙鹤皮肤的红蝶是怎么抱女儿的 妈妈我不会在学弟大小病了 不会在学弟大小病了 不会在学弟大小病了 妈妈放下我吧 这样抱孩子太废小孩了 红蝶抱孩子的动作成功的说明了 这妈妈不是你亲生的 妈妈我不会在学弟大小病了 不会在学弟大小病了 妈妈我不会在学弟大小病了 想知道庄园四大搞笑动作的另外三个是什么吗 点击关注一下期视频告诉你哦 妈妈我不会在学弟大小病了 关注我了解第五轮格更多的日益